抗日战争结束后,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,驻扎在河南寒家庄的日本军队仓皇撤离。大岛和子被告知不得携带幼儿,于是将自己出生不久的儿子装进篮子偷偷带上车,但不曾想因为太过拥挤,篮子被人扔到草地,和子和儿子就这样分离了。 彼时,先生婆杨角大娘刚从外地回村,看到村民们正在捡日军留下的物品,就连她的哑巴儿子葫芦也在其中。 两人返回途中,杨角大娘听到草地传来阵阵婴儿啼哭,慢慢靠近打开篮子,才发现是一个裹着日军上衣的男婴。 犹豫再三,她终究于心不忍,将孩子抱回了家。 一时间,村庄里十分热闹,妇女们都跑来看看日军留下的孩子,白白胖胖,很是可爱。 杨角大娘可怜这孩子,便将她抱回家。 女儿秀秀见天了个新弟弟,便是十分欢喜。 但葫芦却不想留下她,还要把她扔了。 秀秀的二叔也反对收养这个孩子,杨角大娘也十分理解。 不说当时战争刚结束,就算现在,中国人对日本人的恨依旧是深入骨髓的。 为了不伤了家人间的和气,杨角大娘让秀秀明早把孩子抱去马路口,让过路的好心人收留,但没一个人愿意留下这个孩子。 秀秀听着孩子的哭声,于心不忍,又将她抱了回去。 杨角大娘叹气道,该来的送不走。 就这样,这个孩子成了杨角大娘的孙子,为了好养活,就取名狗娃。 秀秀还未长大,杨角大娘年事已高,没有奶水,她只好抱着狗娃挨家挨户找妇女们帮忙给口奶吃,她就帮人干点小活。 狗娃一天天长大了,虽然年纪小小,但十分乖巧懂事,渐渐也赢得了葫芦的喜爱。 这天,她躺在地上晒太阳,一位老师傅前来拜访,问她为什么躺在地上。 狗娃说是在地上舒服,也掉不下来。 这番颇有谗异的回答让老师傅暗暗欣赏。 狗娃是个聪明机灵的孩子,但二叔家依旧不喜欢她,还一心怂恿杨角大娘将狗娃送人。 杨角大娘自然不愿意,两人的关系也闹得越来越僵。 狗娃一直想亲近他们,但换来的却是无休止的欺负。 这天,悲差回来的葫芦看到正被欺负的狗娃,一直对她爱搭不理的葫芦第一次出面帮她做主,而她这次的举动也算是承认了这个儿子。 这天,村里赶庙会,葫芦带着狗娃前去凑热闹,她去帮人挑水。 狗娃就坐在树上等她,二叔家的两孩子跑过来欺负她,狗娃寡不敌众,被欺负的灰头土脸。 葫芦回来后看到可怜兮兮的狗娃,心里头不是滋味,但她又说不出话,只好抱着狗娃用树枝打石像出气。 葫芦体形壮硕,有技有力,同村的人就上门来找她一起去修铁路,娘角大娘思考再三,也觉得应该让她出门闯闯。 离家那天,葫芦顶着狗娃走了一路,狗娃也想跟她一起去,还说自己可以照顾好爹。 听到这儿,葫芦欣慰地笑了,她凑近狗娃想听到什么似的,直到听到狗娃那声爸爸,才心满意足地和他们告别,只声离开。 然而在一个平常的夜晚,娘角大娘拖着沉重的步伐缓缓走进房间,坐在台阶上,面露忧伤,眼含泪水。 葫芦死了,修铺的时候,山洞里的石头塌了,大家都喊着让葫芦躲开,但她没听到,葫芦的离世另一家人伤心不已。 羊角大娘一夜之间苍朗了许多,为了不触景深情,她决定带上袖袖一同去老家陕西。 这一路跋山涉水,带着狗娃难免不太方便,无奈之下只好将狗娃送给无儿无女的货郎,她什么都不要,只求夫妻俩能好好带狗娃。 问着狗娃临去的背影,羊角大娘忍不住放声大哭,若不是迫不得已,她怎么舍得将狗娃送人? 狗娃自然也不想离开,当晚就跑回羊角大娘家门前坐着,等他们回家。 直到村民告诉她,羊角大娘与秀秀已经离开了,她才委屈地离去。 多年后,满头白发的羊角大娘回来了,天气冷的人只打哆嗦,她拦住一个悲柴的小伙子,询问货郎家的住处,好巧不巧,眼前这个少年正是狗娃。 如今寒冬腊月,大雪飘散,狗娃却阴山单薄,冒着风雪在外挑柴,可想而知,她过得并不好。 原来货郎一家后来自己生了个孩子,抱来的当然比不过轻生的。 不忍狗娃在这里受委屈,羊角大娘又把狗娃带回了家。 秀秀看到狗娃回家,立马高兴地迎上前去,但离别多年自然是有些生疏。 在锅炉前烤火时,秀秀才发现,狗娃的鞋早已是千疮百孔,心疼地落下泪来。 家里负担沉重,羊角大娘也早就年事已高,如今再加上狗娃,生活更是难以维系。 为补贴家用,秀秀决定嫁人,给家里换回一笔彩礼度日。 临走前,秀秀给狗娃准备了满满荡荡的衣服和鞋子,这一次狗娃实在忍不住抱着秀秀的腿痛哭,谁也不愿松手离开。 出嫁当天,秀秀穿着大红衣服盖着盖头,伴随着喜庆的佩月,坐上花轿离开了。 而羊角大娘和狗娃则躲在门后,嚎啕大哭。 一个寒风凛冽的冬天,羊角大娘领着狗娃来到清凉寺,请求老师傅收留。 她年纪大了,照顾不了一个半大不小的孩子,只能请求寺院收留。 她对老师傅说,自己这辈子接生了三百多个孩子,有闺女养的,也有寡妇生的,她都给他们找条活路。 一个人来到这世上,能送到活路上,就别推到死路上,这不也是积德行善吗? 犹豫再三,老师傅最终留下了狗娃。 临别前,羊角大娘将一条合幅腰带留给狗娃,这是当初捡回她时身上带的,应该是她亲生母亲的物品,说完便独自离开。 狗娃被剃了头发,伺法号明镜,正式成为一名出家人。 行了僧礼后,她便跟着师傅吃斋送金,相伴木骨沉中。 一天,在给师傅磨磨时,师傅看出了她的心事,便问她想不想奶奶。 明镜赌气说不想,但脸上的神情早已出卖了她。 得知奶奶去世后,明镜痛哭了一场,师傅在一旁陪伴她,同事也劝诫她,出家人要行人所不能行,要忍人所不能忍。 数年过去,明镜渐渐成为远近文明的一代法师,她时常会去仰脚大娘的墓碑前祭拜。 明镜代表中国佛教,访问日本这天,生母大道何子在电视上看到了她的影像,一眼就认出了她,连忙赶到她的身边。 但她不敢善家叨扰,只能邀请了她的随从翻译见面。 几番交谈后,最终根据那条腰带,确定了她就是亲生孩子。 格子多年牵挂的心,终于着了底。 母子在一间日式建筑里相认,明镜终于能与亲生母亲独处,也在相片中看到已故的父亲。 起初穿着袈裟,明镜不能表达自己内心的情绪。 面对着向自己不断道歉的母亲,她也只是淡淡地安慰她,不必为此内疚。 而当母亲给她换上父亲的和服后,明镜这才向母亲表露自己的内心。 她叫了一声妈妈,朝她会拜,感谢她的生与之恩,为她柔肩垂背,尽一点绵薄的孝心。 而当钟声响起,明镜重新披上袈裟,念诵经文。 她将佛珠留给母亲,让她保重身体,并嘱咐她明日不要去送鸡。 可和子最终还是去了。 看着孩子再度离开的背影,她恋恋不舍,当飞机起飞的时候,她含着泪,远远观望。 作为日本人的遗孤,明镜能回到家乡传播佛法,还能与亲生母亲再度重逢,已经是天赐的福分。 最终,她回到了养于她的故乡,穿着袈裟,围着羊角大娘的坟墓,念诵佛经。 此刻的她终于得到平静。 青阳寺的终身上映于1991年,是谢靖导演执导的一部佳作。 在影片中,我们能看到中国淳朴农民最纯粹的善良。 面对日本留下的遗孤,他们并没有以彼之道,还师彼身,反而大度地接纳,并且细心抚养。 里面的人物都是鲜活的,有情有义的羊角大娘。 不善言辞的葫芦,单纯善良的秀秀,淡见恰文的老师傅,都体现出有智慧的中国人优秀的品质。 而主人公,当他是狗娃时,他是所有人心中那个懂事乖巧的孩子。 当他是民进法师时,他早已退去智能,变得沉稳。 中国人都会有落叶归根的想法,面临国语家的选择。 当钟声响起时,他想到了那一段段难忘的回忆,依旧选择离开家乡,回到养育自己的故乡。 钟声响起,回家的愿望再次强烈,回家的归途也浮现眼前。 好了,今天的电影就解释到这儿,我是小小,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